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MSC荣耀号的最强攻略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行签准备以及开箱房间的设备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首先在必带物品 第一个必须准备的是牙膏 牙刷 拖鞋都不会提供 第二是抽取式卫生纸 虽然在厕所有滚筒式的卫生纸 但是在桌面上是没有面纸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准备一包 第三是磁性挂钩 等一下会拍影片告诉大家什么是磁性挂钩 第四是折叠衣架 第五是一到两个保温瓶 第六是房卡的挂绳 大家可以看到一进门其实是有三个挂钩 在浴室的门上面有的是两个挂钩 但是我会建议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人住 我觉得挂钩上是可以的 那我可以建议自己可以买这样子挂钩 这个 其实它的墙壁都是磁性的 那你自己可以挂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是拿来晒那个袜子 另外刚刚也有说可以准备就是像这种折叠衣架 我觉得比较方便 在就是浴室这边你要晒衣服 这边也有晒一些 但是我自己呢 比较不习惯 我喜欢用折叠衣架 所以我建议可以带这里一架 好 我们看到厕所是有这种滚筒式的卫生纸 这边也有备用的 那还有一个小的就是垃圾桶 让你放一些用过的生理用品之类 上完厕所的卫生纸就是丢到马桶冲掉 像他们的毛巾的厚度都还蛮厚的 房卡有打洞要自备挂舌 最基本的房费是没有包含水 还有其他的饮料的费用 但是在自助餐厅可以看到照片上 它有提供热水 也有提供咖啡跟茶 那当然也有冷水跟冰块 所以会建议大家准备一到两个保温壶 那如果你需要热水的话可以用你的保温壶去取水 或者你需要水的话也可以用你的保温壶或者是水壶去装水 大家可以看一下房间是有煮水壶 我这一罐水是因为我的方案是有含水跟咖啡 所以我每次到煮餐厅用餐完以后 我可以把没喝完的水带回来 那也有杯子 那另外呢 也有两个水杯 这个是我自己带上来的水 然后还有冰桶 那就是我的保温壶 我没有带保温壶 我是带保温杯 这个是长海运送的股东会纪念品 我在横滨上船有免费的接驳巴士 这个不是搭船的码头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便利性 可以去搭免费的接驳车 或是直接到大黑码头报到 昨天第一天登船 还发生了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 就是我已经到九点多 我都还没有拿到我的行李 而且我打了三次电话去柜台询问 柜台一直说 因为今天上船的人很多 请大家就是要耐心等待 可是问题到了九点多 我都没有找到我行李 他们后来柜台就说 那是不是你的行李没有别上行李牌 我说怎么有可能呢 我在搭接驳车码头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行李纸 因为是有A4印出来的一张纸 我已经交给了服务人员 他也确定看他帮我钉在我的提把上面了 怎么会没有 那他就说 那你可以来柜台旁边去看看有没有你的行李 结果我一下去的时候 柜台旁边有一个小门进去 有几件行李 但是我没有看到我的行李 我这时候心都凉了 我在想是不是在码头的时候 就是搭接驳车的码头 他们并没有把我的行李上车 那我说的东西都是在这个大行李里面 我这往后的十天九夜应该要怎么办 后来他就说那你有没有行李的照片 我手上是没有行李的照片 本来早上有想要拍 我觉得可能老天爷都有叫我想要拍一下 可是我后来想说麻烦就没有拍了 那还好就是当时还在暗上 就是还在很冰 所以我的手机还是通的 赶快请我的家人发了一张 就是我在家里还有一个同型号 只是比较小的行李的照片过来给我 那另外我也赶快在我的就是相片库存里面找找 看我有没有不小心拍到我的行李 还好就是在几个月前去法国的时候 那时候在拍房间的照片有拍到我的行李 那过了好一会儿才又在另外一个小房间的几间行李当中看到我的行李 的确我的行李上面是没有行李条的 那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 昨天上传3800多个人 然后我看大概没有行李拍的只有大概不到时间 我居然是其中之一 而且我明明看到了那些日本的工作人员把我的行李纸 就是已经盯上在我的提把上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不见 所以我会需要提醒大家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带定书记 把它多定几个 那我有看到其他人的做法 就是因为它毕竟印出来是一张A4的纸 那有可能的话临时可能会就是看不到怎么样 所以他们会把它放在一个就是透明的塑胶袋里面吗 然后之后再把它盯起来 那下一次上传的时候 绝对不让别人来帮我盯这个行李条了 我起码就是一个行李条 把它盯个十几个钉子 我看它怎么掉 总而言之就是蛮悲惨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蛮担心说万一真的行李没上来 虽然有保险可以赔偿 可是十天九夜在船上要怎么活啊 我就是一套衣服要穿十天 那而且后来你知道 因为天气不好的关系 隔天神户也不能下船 然后就又有几天公开的时间 等于我真的要凑好几天 才有衣服可以换 所以也就是提醒大家 就是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接驳车送我们抵达大黑码头的时候 入关手续其实很顺利 大家可以看到几乎没什么人排队 就是其他的网友或者是前辈 有提供说就是排队要排很久 我们都没有发生 就是非常顺利 那我的报道时间是下午的两点半 但是其实我大概12点多就搭接驳车了 那他真的没有去检查你真正的报道时间是什么时候 总而言之就是非常顺顺的就上了这个接驳车 也到码头报到 报到的话第一个就是安检 那当时有些人会说就是邮轮公司不准你带水上去啊 但是实测的结果就是我有一瓶水放在我的背包 那有一瓶水是放在托运的行李 那都过了都没有什么问题 刚刚过了安检 然后就提供你的护照 还有就是你的船票做报道 那你就会拿到你的房卡 那之后就可以登船 在登船的时候会也需要刷一下就是你的房卡 总而言之这个房卡就是不要掉 就是你的身份证也是你在船上的消费都是任这一张卡 然后当然你看你房间的门也需要这一张卡 那房间的店也是需要这张卡 所以为什么大家要准备一个就是挂审 以防这个房卡会遗失 那拿到房卡之后呢 大概12点多我就上船了 所以就直接可以进房间 那后来有网友分享 他们以为是下午的4点才能够进房间 不是这样子的 反正就是有房卡 你可以先进到你的房间 把包包放好了之后 那就可以到15楼去用餐 可是这时候我才刚进房间 不久才在拍房间的开箱影片 我就收到了一个刷卡通知 是永丰大户通知我刷了7820块钱台币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就用skype打了电话 到这个永丰大户去问一下说这笔钱是什么钱 就他说是这个mse公司刷的费用 折合台币大概是250块美金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那有可能是我在网络报道的时候 就先绑定了我的信用卡 那在网络报道你一绑定你信用卡 在船上你就不用去设定什么你的信用卡 或者是去这什么现金的押金 那我看了他的一些规定 有可能就是一笔授权金额 我也有问一下网友 有网友说可能就是授权金额 但是目前来讲 我查了我的msc的app 也没有说我有什么样的消费 但总而言之呢 因为我现在没有到案上 我没有网络 我也不知道这笔钱 是不是实际上被勤款还是什么 但是如果只要是msc刷的 就比较没有那么担心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可能你的绑定信用卡 会有一笔这样的预刷金额 好我们已经正要正常了 现在呢已经是12点多了 那可以上船了 就是报到完就可以等船 那我现在要来找我的房间 哈喽我进来我的房间了 他给我的是两张单床 但是因为我只有一个人住 所以呢我请服务员呢 帮我把它变成一张大床 那他待会来帮我做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衣柜 那这边有电室 比我在横冰车乘住的话 要大间 那这个是浴室 OK房卡要插在这边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冰箱有什么呢 看看有什么 就是这些都是要费用的 好的 应该就这样咯 吃完晚餐就变成大床咯 下一集要跟大家开箱餐食篇 再见 拜拜 拜拜